产生死及一般所谓的学甲异乡 与临近区的麻豆乡、骁龙乡一样 学甲乡异乡活动的举行也一定会组于公正 担任乡正开幕前封的任务 而早年坚持不让电子情文化入侵的学甲乡 近年来也都有电子情花车的加入 中州第一团的踏锹镇则是每年必参与的镇头 而异格的的特色始终保持着传统的气息 如武股平息、董汉巡武等 还有护士无公正的八仙棚 都是学甲乡最具代表性的异格 学甲上白胶绕进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 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 有来自五大洲 总计千余种生奇动物生活在这片占地20公顷的乐园的顽皮世界 园区内模拟园期环境捐养方式 以低矮炸狼展示 让人与动物的距离缩为零 各种不同主题动物区、可爱动物区、非洲动物观赏区等 除静态观赏外 还有骑乘骆驼 搭乘马车游圆乐 欢乐明星动物表演 顽皮剧场与大象剧场等动态活动 来顽皮世界 让袋鼠、骆驼、企鹅、羚羊、斑马、长颈鹿、大象等动物 陪我们去找回大自然的感动与纯真吧 观音亭简介 观音亭位于马公市区西岸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 古沙 建于清康熙35年 西元1696年 由 水师游及薛回唱剑 主要供奉南海观世音菩萨 是澎湖佛教滥商与澎湖民众的信仰中心 香 火定圣 近三百年来 如今重修 光绪十年 西元1884年 法军亲朋 不仅造成庙与损毁 庙内原有名为古物及观音佛像两尊 十八罗汉 集中等军被掠夺一空 光绪十七年 西元1891年 由澎湖总兵吴洪洛 捐资不休 日本至台后 澎湖升名吴昭和二年 西元1927年 再度重建 再度重建 并于南侧放生 池中增盖良亭一座 二年后香身薛佛然 亡故臣捐献目府臣中一族 民国四十六年 民国四十六年 西元1957年 由县政府整修 乌 验星座 眼目检修及抽换 被十三年于民国九十五年 西元2006年 完工 值得注意的是 门口的两座泥塑石 一雄一词 西光绪年间雕塑创建 雄诗由澎湖当地名降临 勇制作 母诗则由魏唐山名将澎海乐 负责制作 这两座泥诗的材质 表情与姿态亦无常见 的实施 是由糯米浆 石灰 黑糖水调和雕塑 而成 不仅坏行威武 且历百年不坏 抬头颈 此一队 原为总镇属衙门的镇门之宝 直到牙 门废除 两座泥塑尸 才被移至观音亭 守护居 您们敬爱的观世音菩萨 另外庭前的两座石像 据说是菩萨的座琴 像 在历史中多半见于帝王的领悟 其雄伟姿太代 表君王大驾光临旨意 同时也集军灰 赞颂菩萨 神威灵灵 以十项正门是一般妙于难得一见的 景象更增添 更增添观音亭神秘的色彩 预清功简介 预清功简介